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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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省钱怎么装 留下了不少遗憾 如今房子主要是父母居住 所以借此机会 妈妈想请设计师 实现心中早就有的一个愿望 我想好了 你看你爸年轻的时候 是武功团员吧 你现在也在文化馆 做那个艺术辅导老师 我叫儿媳妇也是 那个重庆市画剧团的画中师 一家四口人吧 有三个人和那个艺术站边 这次呢希望设计师 无论装设什么风格 都带点那个艺术范吧 甜美可爱的黄龙井 是一名高三的学生 再过几个月就要考入大学 离开父母 也离开这个有点简单 但是充满了温馨回忆的小家 其实这次节目 我特想我们一家人一起参加 但是老爸是一名老师 比我还忙 所以这次的挑战 就由我和妈妈一起担当 老婆 女儿 装房子 这次就交给你们了 装得温馨一点 又来一点 放心嘛 没有问题 交给我们就好了 早上一起到处来交房 好的 来认识一下 今天是哪两位设计师 来挑战 我们来挑战 我们来挑战 设计师张阳 负责李岳家的装修 他认为真正优秀的设计 并不是为了凸显空间的个性和风格 而是要传达居住者的生活态度 设计只是一个手段 不同的是思想 这次参加转换空间 我设计的主题是 水墨印象 它将给你打开一幅不同的三水线轴 带你走进一个意想不到的宗室时期 不一样的宗室 值得你期待 有书有笔有肝胆 一狂一霞一文文 是很多年前我朋友送我的一幅对联 我觉得它也是我个性的真实写照 设计师罗丹 负责黄龙景家的装修 丰富的人生阅历 和自由不羁的性格 让她的设计 既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 又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的一句话 人的性子家的样子 所以我这次的设计主题就是杨帆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即将高考的女儿 我觉得高考是一个人人生的转折 我希望我这个主题 能够给她带来一个好运 她的人生从此破浪远行 一帆丰盛 接下来再听一下 两个家庭的具体要求 和设计师的相应对策 设计师看我身后的那个照片 都是10天以前挂上的 现在呢 我儿媳妇和森林都有了 所以这次设计的 我特别希望 重新给我设计一个照片墙 设计师行吗 没有问题 新的照片墙不仅由你幸福 没买了一家 还有你想要的文艺饭 交给我吧 请假议 这个隔断又成就又不通透 您就给拆了吧 拆肯定得拆 但新的做成什么样 您等着看吧 我们家里这些家具啊 都太成就了 而且您看 这儿都还破了 您看能不能给我们都换了 帅哥 一万块还要换家具 太为难我了吧 我只能尽力了 我们家这两扇门 可是有故事的 前年妈妈为了防止老鼠 从厨房跑到客厅 特意装了这两扇门 可是现在它好像没什么用了 罗丹姐 你帮我把它给拆了吧 拆肯定得拆 我看着也不伦不类的 不过再有老鼠的话 我可就hold不住了 我们家这餐桌 也是有故事的 这是当年妈妈 做生意时候的收银台 虽然很有纪念意义 可它实在是太长了 罗丹姐 你帮我换个短点的吧 我看着做的挺好的 我买都买不着呢 你放心吧 经过我的设计以后 它还是原的那个它 但是它已经不是那个它了 当年订了一个白色的电视柜 师傅送过来 它就是这个样子 他告诉我 这就是白色 我怎么也没看明白 十年了 我还是看不懂 罗丹你怎么看 这不能是白色 怎么可能是白色呢 你放心吧 龙虹不用再纠结了 这是我送你一个新的 但是个性张扬 造型独特 我保管你 对它二十年 绝对不会深厌的 本栏目是个一万八千元的基金 其中有一万元的是家装基金 本栏目的家装基金 由欧派家居集团提供 本栏目的家电基金 由海尔变频空调提供 再次一并感谢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嘞 四十八小时到计时 开始 出发 搜接开始了 红队三人来到了灯市城 他们这次的搜接目标 是落地灯 因为落地灯 它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个是上造式 主要是灯光 像这种往上挡 往重靠吊顶反射下来 对 那么第二种 就是属于下造式 直造式 从灯光源往下走 照在地上 第三种 就是我们说的 装饰型火器灯 它主要起的一个装饰作用 那我们现在选的 就是装饰型那种 对 选装饰型设计灯 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它的风格 它的色彩 一定要跟你整个空间搭配 否则一个欧色灯 把这个棕色加入里面 就来源北轴了 来龙井 你来看这款灯 这个颜色 看上去有些老气 要是放我家的话 我肯定就不乐意了 但是这次 我们帮的是杨阿姨来装 所以可能会 这个更加合适的 对于设计师 选的这盏灯 母女俩是真不喜欢 她们开始担心 这接下来的设计 是否会太过老气 一边是担心 一边却是侧忌 蓝队设计师罗丹 竟然要定制一艘船 就是一艘船了 船呐 是不是 等着 能给打呀 不可能 肯定是迷你版的 太明白了 我当时给你那个电视棍 打了没得 已经做好了 但是不好意思 下午才能给你送过去 你说是这个电视棍 要做成一个大船的样子 但是最后还没看着 还留了一个大悬念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不知道罗丹设计出来的这个家呀 会是什么样子 都接回来 红队发现客厅有了大变化 这个柜子这么大 是放哪里的呀 这个柜子 是放大的 放这里啊 这楼梯也拆掉了 对啊 它的空间太窄了 如果作为餐厅来说 我们必须把这个墙面 给它延伸出来 哦 这样看着餐厅就要大一点 是吧 对 这个酒杯放在这里 既可以增加一个储物空间 又可以把整个墙面 进行一个拉伸 因为我们第一项工程的主角 就是这个玻璃马赛克 玻璃马赛克呢 近期年已经渐渐用到 室内装饰里面 我们今天呢 就要用它来做 我们客厅里面 最重要最漂亮的 那个背景墙了 至于它怎么经验呢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就像进入了 波光灵灵的水晶宫 至于这个水晶宫 也不是中看不中用的 这怎么中用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给它吃一个电视台 用这砖来做个电视台呀 对呀 哦 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个这么复杂 为什么咱们不直接 买一个电视柜呢 那方便又省时间 因为杨金家一台电视柜 以前本来就是成品的 而且它上面那块食材 是很好的 它那大笔食材的块 对 那我们现在是还要联用是吧 对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基层 一个支架 如果它能把那个电视柜 改一下 而不是给它全换掉 那么我就很佩服这个设计师了 而且我会很喜欢 真是心有灵犀 一点通 红砖做支架 礼时做台面 新的电视柜 完工了 你看它是树吗 但是好像又像是灯 这小灯照亮的亮度也不够啊 这个是干嘛的 放在哪儿啊 这个 灯灯 不然人来 来了 打嘴 这个 这个是干嘛的呀 这个东西 你觉得呢 有点像树啊 你猜错了 啊 这是一个珊瑚枝 是吧 你看它挺像珊瑚的造型 我告诉你吧 我的灯是放天上的 放上的啊 对 你看之前那个灯吧 位置不在那个客厅的正中 其实我们要求的灯 是应该在这个茶几上放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增加这样一个珊瑚枝的那个灯 然后把它的那个 视觉重心给 沿到这块来 再加上它这个珊瑚枝的造型 跟我们这个主题 洋帆啊 船啊 海洋 非常呼应是吧 非常下辽 你看看 对对 不错 有意思 既不用换新灯 又不用改位置 只是一个巧妙的加法 就让旧灯换了新年 而罗丹的这种环保改造 还体现在对老鞋柜的处理上 其实呢 我一直崇尚一个装修理念 就是在二次装修的时候呢 不要老是想大动干戈的 把什么东西都拆了扔掉 如果稍微花一点小心思 做一些小小的改动 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说我这个鞋柜吧 它之前是一个 家家户户入户都有的 一个那个小鞋柜 而且是深圳面板 显得非常的沉重 然后我用手喷漆 把它的底喷成了白色 画上跟我们主题接近的 海洋珊瑚图案的画 然后再加上几个 那个小的沐浴做把手 然后就把整个那个门厅的空间 给亮了出来 门厅显得非常通透 我们在房子的中间这里做了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我给业主设计的隔断 做的又是隔断 它为什么是绳子的 然后这不是也是能够通透的吗 对它就是交出了一个通透的感觉 它以前的屏风隔断 太遮挡视线了 然后在这上面我们打了很多小节 可以画过很多些饰品 那它就是这样松松的 不会 你别看 这个地方还没有固定完的嘛 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线 全部扯过来 我们还会把它拉紧 对 它才会有一个很强的力气感 接下来还要缠麻绳 喷黑漆 整个隔断 裁刷完成 对于新隔断 母女俩很喜欢 但是对于接下来的新吊顶 她们可是都不喜欢 我们现在的鸟饼就做成这种四方形的吗 对啊 那为什么做成黑色的呢 它这主要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 它本身凸出来的红纷 就会有很强的一个层次感 第二个 它是为了划分一个区域 告诉你这一块 就是餐厅 另一个黑色的一块 就属于客厅了 第三点 就是为了呼应我的提脚线 我的提脚线全部都是用了黑色的 那么整个空间就形成了一个回字型 用这么多的黑色 不会觉得会很有压抑感吗 不会 它只是边上做了一点点 其次 黑白相见 就像一幅画一样的 三水 这真是无处不呼应主题啊 可是 我不太喜欢这种风格 我们家不要做成这样的 我就比较放心 希望我们家色彩斑斑 我就在想啊 罗甘姐 她到底把我们家装成啥样了呀 要是 也和咱装的时候的这家一样 全是黑不容臭的 那个怎么办呀 你们家可没有黑色 而是一片蔚蓝色的海洋 瞧瞧 蓝队的马赛克墙面已经完工 不知道除了好看之外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你看这五道门吧 我有三站是假的 是我现做的 另外两站是真的 你看 这是他们以前的卧室门 还有这边 之前呢 他们的两站卧室门呢 就正宠的客厅跟餐厅是吧 那现在它隐藏的 我这个五个公里呢 显得跟这边墙浑然一体 当然你来看这里怎么还缺的呢 哦这个啊 新阿姨 这是因为我马赛克不够了 不过我后期会给它补上的 那收房的时候多浪看啊 这里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一会儿呢 我们会有一艘非常漂亮的大船 飘过来 然后停在这里 哦那不是就是一个港湾的吗 红队的橱柜完工了 这给蓝队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储物空间 为了体现中式风格的对称美 张阳还在墙的另一边 制作了一个假柜 这是假的 这主要是为了做出一个对称的一个效果 而接下来就是要给这两个柜子做装饰了 师傅您这是贴的啥呀 银柏 这贴上去有啥用呀 好看啊 这好看啊 这个 哎 还是来问问设计师吧 它的做法比较复杂 首先要刷一遍水性底漆 其次 然后要把银柏纸贴上 最后还要刷一遍抛光水 才算完成 那咱们这个刷完了之后 就一块黑的 一块白的 这怎么好看呀 毕竟白色只是 但大多数黑色只有一点斑驳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要的做就感 我来试试 嗯 真不错 这仿佛是锁上了一个新兴世界 等着他们来发现惊喜吧 设计师 你设计的可真棒呀 谢谢 这是我的设计主题 就是洋帆 一切都跟海洋有关 你看我身后这片 波光里的大海已经完成了 那么说到大海 大家一定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船了 你看它已经过来了 太震撼了 真给我弄一艘船来 这心脏啊受不了 它还是支持我们的设计灵魂所在 你看我这个船的造型 线条右尾巴 它这一小细节 它是马赛克 可能彩绘 特别花心是吧 对 特别是这个船帆 你看有了它 我们就不用电视墙了是吧 没错 而且这个帆啊 还有寓意 是啊 将来它的闺女考上大学以后呢 我想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会把她的祝福写在这个上面 从此以后 她就可以带着他们 洋发远行 它让人生的心真诚了 嗯 真棒 而且最了不起的 就是这个不仅美观 而且电视墙该有的功能 它还都有 是啊 你看那个抽屉啊 可以收到一些小东小西的 然后下面也可以放鸡饼盒啊 DVD啊什么的 哎妈 你看这个电视墙 不就是咱们要的那个 文艺范儿艺术画吧 对头 哎呀 你跟我们家睡去都好了 哎呀 我现在要担心我们张扬的 蓝队 你们就不要担心了 在贴上这专门定制的山水壁纸之后 张扬设计师已经让你们家呈现出了一种 忠实味道的文艺法 哎 我其实挺喜欢这幅画的 你看这苍茫的高山 给人一种很厚重的感觉 然后把整个房间的那个品味就提高了一下 而且感觉整个文化景品这些都出来了 就是我想表达的一部分 但真正体现我设计思想的 还在沙发背景上 我在沙发背景上选用的全都是山的图案 而这幅图主要是讲的一个水 坐山逛水 我现在真的相信 你就是一个鬼台 你怎么想到 又把一艘船弄到这儿来的 竖着船啊 对啊 你怎么想到的 因为之前他们家 缺乏一个那个收纳的空间不是 然后呢 我想给他做一个船型的插面柜 而且住在这里就增加它的收纳功能了 而且这个造型跟我们的整个主题也非常相扣 没错 这个造型是什么呀 这个弯弯的 这个弯弯的呢 它是一个那个船尾 之前他们家的那个餐厅灯 不是跟那个餐桌有点错位吗 然后把那个船的那个前尾呢 延伸了一点一直顶到天花板上 然后那个电线呢 顺着那个船尾这样走下来 而且就隐藏了那个杂乐的电线 对 又增加了三个造型 比较特别的 这个餐厅灯 跟我们那个船的造型也特别的 和风格是一样的 对对 这个画框呢 还可以来回左右的动 可以移动 对 这样呢可以隐藏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吧 这个桌子原来特别的长 对吧 而且现在把它隐藏了一部分 很合适 所以呢 这个餐桌就之前 我跟你不是说过吗 它还是那个它 但它已经不是那个它了 有意思 是吧 它能够透过设计 让自己成为一个 真正懂得生活的设计师 今天带大家来看 这个具有北欧风格的探险小物 我们一起走吧 这个北欧探险屋啊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亮点 就是在我身旁的这个柜子 这个柜子呢 它具有一个非常具有雕塑型的一个造型 有白色的木头跟原木所搭配起来 那它其实这个里面 它都具有一些收纳的功能在这里面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性的墙面呢 最主要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身后 有一个原本的管道间的位置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变化 把原本的管道间整个收纳在这个柜子里面 区隔了我们这个主要的空间 这个空间雕塑拥有海量的储物功能 而且造型独特 设计师利用木皮以及胡锈钢 做了充满现代感的收纳 可以随意放置影音设备 在这里面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拉门 它可以关闭之后呢 区隔出了两个空间 那在接下来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主卧室的空间 在我们设计这个庞大的空间雕塑的后面 就是我们主卧室的衣柜 我们刻意选用了一个无法手的设计的概念 然后让整个空间呢 变得比较简约的一个设计造型 最强领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主卧的一个床台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空间 当初的设计师为了给小朋友跟父母亲在互动的时候 有一个更好的地方 他们可以在这边玩耍 床头柜依然是木皮的简约造型 不过它的收纳容量却让人大吃一惊 简约而不简单 正是深得北欧风格的设计精髓 主卧的南侧是落地的折叠门 这样有一个好处 门可以最大限度的打开 北欧汉贤小屋 当然不能忽略与自然的亲密对话 客厅的设计则充满了铜区 蘑菇灯与卵石造型的座堂充满了创意精神 让人有置身分离看险的境界 像我脚上台的这个地毯 也是像水波纹路一样的一个这个概念 慢慢的展开 然后搭配上我们的一个弹椅的设计 整个空间变成是非常有趣 然后有变化的一个创新的空间 时尚而精巧的大案仪 在不经意间表达着舒适的感觉 也让北欧风格的设计充满了乐趣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 是整个空间的餐厅的这个区块 那因为这个空间本身 它的基地的内部空间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在设计我们餐厅已经送到的时候 可以让这两个空间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利用了一些铁翼的一些风格 让它有了一个书架的一个功能 以及我们餐桌的功能 厨房收纳柜结合冰箱的设计 线条流畅形成了机能完整的空间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在于这个空间的主墙 那我们把这个主墙界定了这个位置之后 把系列台面向我们的整个餐厅的区域 所以形成了一个主题墙面 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18桶的位置 一个隐蔽性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设计师利用卫浴间后面延伸的小阳台 做了落地窗的设计 泡澡的时候顺便享受一下清新的空气 温暖的阳光 林役区的地面将大理石切割成了豆腐块的形状 就具有了倒水性 而且还能防滑 整个浴室的墙面没有瓷砖 而是采用大块的烤漆玻璃 既不落俗套又方便打理 在这个前方露台的部分呢 我们有做了一个渐变的一个木头隔渣的一个效果 去阻挡了外面比较不好的一个建筑上面的视野 那顺势呢引导到我们后面的山景的这个部分 像我们在深圳以及上海的地方 我们都有用这样子的概念去把空间上的特性去呈现出来 通过小小的水槽精心培养的绿色植物 篱发一样的隔墙 再望一望不远处的山景 心情也越发舒展起来 经济大事如何看得清清楚楚 专业财经如何说得明明白白 最权威的评论员 最波源的智慧基大 新闻热点难点 我们只说最关键的 财经大事且看央视如何评说 他们带着各自的精彩走进对话的时候 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对我来说 美洲和他们的对话同样弥足珍贵 很多人都羡慕我 说我能直接听到他们思想的原声 其实我想说 他们的智慧丰富了我们大家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加入对话 虽说我们重庆在南方 但是到了冬天这种湿湿的冷冷的感觉 还是必须得穿毛衣的 所以在咱们重庆 毛衣的淘汰率非常的高 穿的多淘汰的就多 你看旧的小毛衣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改造的命题呢 非常非常的温暖 那就是穿旧了的毛衣 你这件毛衣你还记得吗 肯定记得呀 这个是我小时候五六岁穿的 就上面这些图案呢 都是你亲手一针一线这样织的 织的特别好 而且这个字我名字的拼音 还是我爸给写的 然后你给绣上去了 是的 对于这件有纪念意义的小毛衣 李月和妈妈最终决定 把它改造成一个实用的手提包 裁剪毛衣的下半部分 做包身 然后加个衬布 接着缝起来 最后配上两个手柄 手提包就完工了 好了李月 这个包好了 你看怎么样 太好了 我觉得我妈真的是心灵手巧 又实用 又温馨 我觉得我会永远的珍藏她 红腿是要用旧毛衣 改造成一个三角形的储物架 象征一家三口人浓浓的爱意 他们的旧物改造温馨浪漫 首先用竹竿 锅定出储物架的形状 然后缠上旧毛线 巧手的妈妈再织出可爱的玩偶 和代表爱的桃心 最后装饰在储物架上 就大功告成了 这是柴子的老妈 你老妈的爸爸 然后这是连着女儿的妈妈 然后我们漂亮的小女儿 黄冬景 这就是我们的旧物改造 怎么样 您喜欢我们的旧物改造吗 如果喜欢的话 就起码我们加油吧 大姐 我们来了 加油 好我们就改造红蓝两队的作品呢 已经都完成了 在此呢我们要感谢欧派家居集团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为本栏目提供了家装基金 我们现场呢有来自重庆的50位 交换空间的热心的观众朋友 请用手中的乒乓球告诉我 你们是更喜欢蓝队做的这个小包包呢 还是更喜欢红队做的这个储物栏呢 好投票开始 我投的是红队 因为我觉得红队做的这个旧物改造 三角形的储物栏 上面可以放东西 下面也可以放东西 比如说我放在特定的某个角落 挺实用的 我投的蓝队的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跨边挺可爱的 然后我觉得挺喜欢的 我刚才投的是蓝队的票 因为我觉得蓝队那个包的话 是实用的 现在大体看了一眼 基本心里有数 等到收房的时候告诉大家 到底谁家得挑拖 旧物改造投票完毕 红队两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是惊喜还是失望 收房大幕就要拉开 我的水墨印象已经完成了 对于效果我非常满意 这里是餐厅 我拆除了原有的栏杆 既做出了储物空间 又规则了整个墙面 再配以精致的灯具和饰品 提升了整个空间的品味 在客厅和餐厅之间 我利用麻绳 宜龙神手工制造的格段 颠覆了传统格段的石板 我又配上脸谱 再让传统跟现在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这里是客厅 两幅大面积的定制墙子 左山 望水 既凝动了整个空间 又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气息 在这个空间里 有山 有水 有树 再加上即将回来的选手 为我空间注入了活力 让整个空间和学乎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字呢叫做水墨映像 映是放映的映 看看有没有艺术法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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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家吗 李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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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做一个球捯的呢 还挺艺术啊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这个 这个色调不错 这个整体色调我很喜欢 你认为什么色调的呢 于是 大地色啊 不能说是冷 反正就比较古朴这种 这种颜色 这你的新的餐椅的颜色 包括这个 餐桌的盖子都是大地色 是吧 有点像沙子的那种 对 搭配 对 这个调暗也是这种颜色 木色 这是一个 这又您真火眼金睛 这是一个假门 您知道为什么要有个假门吗 它是为了跟 跟这个 跟真门相呼应 哦 这有真门 哦 这是个真门 这个柜子 不光是真门 这个柜子咧 这个我们家原来这是一个 镜子 一个扶手 扶手 对对对 把这个改了 对对对 这样你不就可以搁很多东西 对对对 我刚才还在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那个东西 往哪搁呀 往哪搁呢 对呀 茶叶 油盐酱醋 调料等等 对对对 真没想到 这个顶上的这个吊顶也给我们改了 这个吊顶呢 你看那个黑色的 有一圈 这个黑色的为什么呢 是跟谁呼应呢 跟 跟谁呼应啊 跟这个 跟黑色的踢脚板呼应 然后它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用麻绳 蝉蝉蝉蝉蝉 然后下面喷黑 上面喷黑 上面喷黑 中间就是白色的 就挂了一些脸谱 这个是艺术 这个是艺术 这个是艺术的 这个是艺术的 有一点那种感觉 有一点那种感觉 对 然后放在这的原因呢 是那前头是一个沙发 一般来说 这个地方就不太会走人了 它要比一进门就看到这个显得 嗯 艺术一点 就是 不是一进门就看到 特别一点 特别一点 这个 那个黑的就是那个 那个搭配 哎 这个跟上面的 那个一圈也搭配 跟这个黑色的踢脚板 黑色的踢脚板 也搭配 以前人家是白色的 嗯 记得吗 对对对 是那个地砖 是地砖 是地砖 是吧 嗯 沙发 做一下试试 很矮的 小心 我们那个沙发好老 很老 搬起来就是 就 就这样 挺好的啊 这个它的那个 高矮的程度呢 挺矮的 但是你坐上去呢 挺舒服的 很宽 躺着呀 对就歪着 都挺舒服的 刚才我分别歪了一下 我觉得还行 哈哈哈哈 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主题呢 水墨印象呢 就是对面的这个国画 山水国画 那么是把它 呃 做成了定制的壁纸 嗯 它是一整张的 没有些份的 您发现了吧 一整张的 然后一支呼应的是这儿 啊 这三个 这非常像中国画的那个卷轴 就像表过的 像表过的卷轴 是的 但是呢 其实它又是分开的 是为了让它有一个小小变化 两边的两块白呢 恰恰也就印证了中国呃 画技法里面的留白 流白 对 其实这三幅是一个连续的画面 对 能看住 是刻意给它 刻意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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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意这样分出来 看出来是看得出来是用了新色的 啊 对对对 李悦 我们在家 老说的那个 电视罐给我们改了 它保留了你们原来电视柜的上面的那个台面 就是变窄了一点 然后底下呢是用红砖器出来之后呢 又刷的白 嗯 其实这个原来这个老台面还是挺配的 老台面不错 按实的 但是那个服务怎么办呢 主务我在想这个问题 只有 就 不不不啊 把这下面的石头拿出来 嗯 这是为了像它拍着好看 看谁过去的时候摆一地石头 怎么扫地啊 怎么擦地啊 拿掉 然后买 比如这个颜色的 对 藤条的 或者木头的橱子香 继续进去 布的也可以 布的也可以 我觉得这能一二三四 算四个是可以的 对没错 对 你们说要订好那个赵天墙是吧 对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嗯 这你媳妇 对 把你拿来胖的是吗 是 网线挂点全家 是的 我挂点这个老照片 新照片 关键是这房子 现在是你和我爸住的多 你满不满意 我觉得挺满意的 嗯 特别这块我挺喜欢的 没关系 我不满意的有一点 就是那个电视柜那里 啊 那块也是 他们就是这个 钱花的有点帽子 到那之后吧 有点捉襟见酒 确实是 我也认为那块 是有点凉草了 嗯嗯 嗯 你给的分吧 对 百分 百分 百分之 110分吧 什么 你刚刚 超级满意的 超级满意的 超级满意满意满意 那个那个不算什么我觉得 是吧 我挺满意的 因为和我以前变化太大了 对对对 那以前你看我的那个特别老气 啊 110分 好 那个悄悄的告诉我 红对家 好看吗 很好 哎 那悄悄的 好漂亮 哈哈 一个海员说 最让他高兴的是 喜毛时 所激起的那片洁白的浪花 一个海员说 最使他高兴的是 抛毛时 铁院所发出的喧哗 一个盼望出发 一个盼望到达 在我这次设置之前 我和黄老师一家三口 做过深切的交流 他们家有个 非常乖巧孝顺的女儿 而女儿呢 这是一个 幸福之家的纽带 同时也是他们 全家的希望 所以我的这个设计 想表达一个深深的祝福 女儿可以在这个新家 扬帆远航 踏上他人生的新增城 也是他们全家人的新航城 他们一家三口 同时在这个爱的港湾 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 而女儿也能 尝回家看看 他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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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